大家好 欢迎收听牧师医学讲堂 那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来讲家中的风水装饰画 那在上一节课中啊 我们讲到了如何选择家里的装饰挂画 那有很多同学私信我 问老师家里挂画不多 但是挂了很多家人的照片 这个有什么讲究呢 所以说在这节课呢 我再补充一些相关的内容啊 那家里挂照片有什么讲究呢 首先呢我们要明白照片的意义 那照片呢 它记录了我们生活的瞬间 它是时空的剪影 具有快乐与美好的寓意 那我们在以前的课程中啊 讲过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做卵头 也就是能够客观体现出风水吉祥的物体 所以说照片呢 它也是卵头的一种 那我经常去给客户家看风水 我都会提醒他们 家里的照片如果有条件啊 除了结婚照以外 其他的照片呢 就每年都换一次新的 旧的呢 换下来的照片 那就专门买一个相册给装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照片啊 它代表了你或者家人美好的一面 那么我们每年换一次 代表新的一年 你或者你的家人在当下是一种美好的状态 我举个例子 我看风水都会帮客户家找财位 那当财位找到以后啊 除了做常规的吹财布局以外 我还会让客户在财位上放一幅今年最新的照片 或者是说全家福 这个呢 就代表说 今年你们一家人坐在财位上 就是这个道理啊 那照片除了需要的类型 原则上啊 没有太多的忌讳 只要是开开心心的啊 就行了 也不需要呢 你们专门跑到专业的摄影棚里去拍啊 你就买一些相框 自己呢 用手机拍出来啊 洗出来 挂上来就行了 好了 讲了照片 我们继续接着上一节课讲 那在上一节课中呢 我们讲了挂画的类型 内容和感官上的选择 那这些话呢 我们需要挂在什么位置上比较好呢 首先这个需要先从大格局上来讲 所谓大格局就是因地制宜 结合你们家的户型情况 比如说 有的户型呢 他一进家门之后是一面墙 那这个格局就适合挂一幅三水画 有开门见山 开门见急的寓意 如果你是单身啊 想找对象 那就可以挂一幅象征爱情的花草画 或者是说动物里的鸳鸯啊 等等 有开门见喜的寓意 如果老人住的房子 就适合挂一幅葫芦兽 或者是说葫芦挂画 象征呢 身体健康 出入平安 那家里另外一个地方啊 也适合挂画 什么地方呢 就是餐厅 那大部分同学家里餐厅呢 这个餐桌啊都是靠墙的 那这面墙上啊 通常来说都是需要点缀装饰的 那餐厅的挂画我们如何选择呢 首先我们讲病从口入 餐厅呢 是吃东西的地方 讲究的是身体健康 同时餐厅也是聚集人气的地方 但是呢 我发现一个现象啊 就是现在很多人啊 不爱在家里做饭吃 就算在家里做饭 也不在餐厅的餐桌上吃 而是呢 跑到客厅的茶几上去吃 一边吃着饭 一边看着电视 那这个餐桌呢 他就经常不用了 堆放了很多的杂物 所以说如果你家也是这种情况 我建议呢 在餐桌的这个墙上啊 就可以挂一幅 夏天的风景画 有太阳的那种 为什么呢 因为在五行中啊 春天代表木 夏天代表火 秋天代表金 冬天代表水 餐厅人气不够啊 也就是说火气不足 所以说挂一幅 夏天的挂画 夏天为火 可以增加这个区域的火气 那除了挂夏天的风景画以外 也可以选择挂一些红色基调为主的抽象挂画 或者是说紫色红色的花草画 紫葡萄挂画 也可以 都是五行熟火的东西 那除了餐厅 我们一般还有另外一个区域啊 适合挂画 就是客厅的沙发背后 那么客厅沙发背后的挂画 大家要注意啊 千万不要挂书法毛笔字 我见过好几个客户家里挂着毛笔字 这个不吉利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有个俗话啊 叫做走背字啊 也就是说倒霉的意思 沙发背后挂毛笔字啊 就代表说走背字啊 寓意不好 人避免的话就避免啊 那客厅的挂画 我们一般呢 都选择山水 进山圆水为主啊 象征呢 背后有靠山 内容呢 可以选择国画 红韵当头的这种类型 那么你坐在沙发上 头上呢 挂着红韵当头的山水画 那么顾名思义 红韵当头嘛 对不对 那有些人呢 家里沙发背后啊 挂着一幅梅花啊 这个就不吉利了 大家呢 可以自行想象一下 为什么不吉利啊 还有同学家里呢 挂的是一幅瀑布的挂画啊 这个也不好 那么我们说这个水啊 从头上泼下来 是吧 泼你一头冷水 那有的同学啊 那家里是欧式风格的装修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可以挂一些 现代知名建筑的照片 代替传统的山水画 比如说 某些城市标志性的建筑物 像上海的东方明珠呀 巴黎的爱泉铁塔之类的啊 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职业特点 进行选择 比如说 你是从事金融工作的 那你就可以选择一幅 银行大厦的一个挂画 你是做实体店销售的 你就可以选择一幅繁华的街景画 你是搞艺术的 你就可以选择巴黎罗浮宫啊 之类的 如果你是做体育的啊 那就可以选北京鸟巢体育场啊 等等等等 思路呢 就是这样啊 我就不一一再举例说明了 那这里要提醒的是啊 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在沙发背后啊 挂那种拼接的挂画 也就是说 一幅完整的画面 故意被分成了三个部分 变成了三幅画 那这种啊 看上去倒是挺有个性啊 但是呢 不吉利 因为明明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你硬生生的给拆成了三份啊 也是一种残破缺损之项 所以说啊 我们最好是保证 每幅画画面的完整性啊 不要去拼接 那么除了上面讲的两个地方外啊 还有一个地方啊 是家里常需要挂画的 就是防止走廊的尽头 那么现在很多住宅客厅啊 都是在进门的区域 然后呢 它需要通过一个走道 进入到不同的房间中 那这个走道的尽头啊 通常来说 它都是一面墙 那这面墙背后啊 又通常是主卧的 卫生间或者是说衣帽间 那这面墙呢 它面积不大啊 但是呢 如果那就是装饰点缀的话啊 就会那你不去装饰点缀的话 就会显得非常的难看啊 而且寓意也不是太好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说这就代表说 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啊 前面没路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格局在风水中 咱们通常的处理办法呢 就是挂一幅有景深的挂画 什么叫有景深的挂呢 就是说看过去啊 还能看很远很远那种 所以说一般呢 我们都是用山水画来处理啊 远远的山 一望无际的天空啊 画面呢 深远 视野呢 开阔啊 当然有的人喜欢在这里挂一幅书法字 或者贴一个符字 或者呢 挂一个大的中国节啊 其实呢 都可以啊 总之呢 要照一些极力的软头在这里才行 那这里的话 大家要注意啊 最好就不要挂家人照片了 否则呢 就有点剩人了啊 我们讲 你晚上把走进走出的 一开灯 没回过神呢 一双眼睛啊 瞪着你 吓你一跳 是吧 而且走到镜头挂照片啊 也不极力啊 你们自己想想 什么情况下 才会这样去挂照片啊 那进门 餐厅 客厅 走到镜头 这几个地方呢 一般就是咱们家里挂画 常用到的几个地方 当然 如果你住的是大别墅啊 或者说户心很大的那种 可能呢 还有很多地方适合挂 那我就没办法一一作明了 因地之一啊 这个就需要 那除了这几个地方啊 那么我们马上接下来就说的 这个卧室啊 那么卧室里的挂画 相比其他地方呢 就更加讲究一些 那么首先床头 那么床头的挂画 大家注意 如果不是结婚照啊 就最好不要挂自己的单人照 特别是大头照啊 除非呢 是具有一定艺术表现的照片 比如说你是学舞蹈的 你就可以挂一副自己跳舞的照片 特别是夫妻房啊 床头呢 一双素 不一单素 要挂也是挂夫妻两个人的照片啊 不能单独挂一个人的照片 其实最好的建议啊 就是不挂照片啊 等他空着最好 那么卧室的照片啊 还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一摆放而不一挂字 也就是说最好是用相框装表起来 直接摆放在床头就行了啊 不要挂在墙上 那有些户型大的啊 卧室太大 实在是需要挂画装饰的 那么就建议啊 可以挂一些镜物类的挂画 什么是镜物类呢 那么比如说摆放在桌上的水果呀 花瓶啊 一棵树啊 一座山啊 等等画面呈现 镜子不动状态的挂画 也就是说是一些镜物小品的挂画 因为卧室啊 在风水中属于静态区啊 那么气场啊 需要稳定 静止 安静 那么这样呢 才能睡得安稳 有时啊 一个风水专业班的同学 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啊 就问我 老师 卧室能不能挂这个画 什么画呢 它是一幅设计类的网游角色的话 他喜欢玩这个设计游戏啊 那么想在自己卧室啊 挂一幅游戏主题画 我说卧室啊 首先忌讳的就是刀相见棍 轮头首先就不对 第二 这画面啊 太落腾 太冲了 如果挂在小孩房 小孩调皮 挂在夫妻房 夫妻吵架 除非你自己职业就是做游戏行业的 否则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他后来就听了我的话啊 就给扔了 那有个同学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做游戏行业的就能挂呢 这里呢就顺带教大家一个知识点啊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爱喝酒啊 已经到到了这个这个酗酒的一个程度了 我们说这个其实就是兴趣变成了一种不良的嗜好 那如果你家里酒柜天天放着酒瓶 你看见这个酒瓶 你就想喝酒 所以说这个酒瓶啊 就是把你的这种欲望给放大了 所以说要借酒的啊 先把家里所有和酒相关的东西都扔掉啊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是卖酒的啊 或者你是做和酒相关行业的 那这些酒瓶呢 也能够放大你的欲望和能量 那么对你呢 就有一定的好处 时刻提醒你啊 你是谁啊 你在哪儿 你应该做什么 所以说挂画的选择也可以朝这个思路去操作啊 道理呢 都是相通的 那么好了 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啊 不明白的同学啊 可以留言咨询 喜欢我的专辑呢 请评分支持 最后提醒一下 本专辑呢 课程为我原创内容啊 以申请版权保护 除了正常的分享外 请不要随意转载或者倒播啊 好了 今天的课程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